不打不成器 小孩就要打才会听话 相信这两句话大家很常会听到 那么小孩不乖 感到教育真的有用吗 还是会对小孩造成负面的影响呢 那如果小孩不乖 家长们可以怎么做 提伐是指透过身体的伤害来进行处罚 常见的会是打屁股 打手心之外 其实蹲马步 罚站都会是提伐的一种哦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小时候不乖 不听话 会被爸妈用藤条或是水管打 甚至会要求被蹲马步 那在传统的教育之中 小孩不听话就是要打 要提罚才会乖 才会继续教训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样的惩罚方式 的确可以让小孩快速的听话 不过有研究发现 长期下来的提罚 会对小孩造成负面的影响哦 根据美国家庭心理学的期刊指出 长期下来的提罚 不只会让亲子关系更紧张 也会让父母想要达成的目的 产生反效果 甚至可能造成小孩在长大之后 有反社会的行为 或者是忧郁的倾向 或者是暴力的倾向发生 会有较低的认知能力和自尊心 那在成年之后 更有可能会用提罚的方式 去惩罚他的孩子 成为家暴者之一 提罚孩子造成负面的结果 跟肢体的虐待是差不多的状况 那如果小孩不听话 家长们要怎么办呢 孩子打翻果汁和水的时候 惩罚型的父母会因此而愤怒 责骂或是打人 甚至拿走果汁等 那应该要让自己跟孩子各拿一块抹布 跟他们说 我们一起清理干净 然后告诉他 下次应该要把果汁拿稳 如果果汁倒掉了 应该用抹布去擦拭干净 当孩子忘了做家事的时候 惩罚型的父母会用责骂 或者是取消孩子喜欢玩的事物来做惩罚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告诉孩子 现在开始要做家事咯 让人可以陪伴的角色 然后告诉孩子必须要遵守承诺 等他做完家事之后 让他去玩他喜欢的玩具 做喜欢的事 让小孩养成习惯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当孩子尚未有能力可以控制力道的时候 他也许会打大人 但他其实是要用拍的 但惩罚型的父母可能会用责骂 或者是打回去 或是威胁他的方式去做惩罚 那其实我们应该轻轻拉着孩子的手 去做轻轻拍的动作 不一定我们再一起玩 等你准备好了 再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才会把玩具拿给你 再开始玩哦 我们可以提出启发性的问题 在适合的时候 让孩子至少有两种以上的选择 感谢观看